整個小區抬高2米 也是為了防止夏天的一個雨水導灌的問題 我們現在都有獨家的一個課員 非常適合常驗車的價錢 旅行現在探世界 恭喜… 恭喜大家龍馬精神 財源廣進 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恭喜… 夢宇宙網紅培訓中心 恭祝大家 財源廣進, 心想事成 圈粉成功, 粉絲數量節節上升 恭喜… V家冠家王, 祝大家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恭喜… 幻區裝修, 首選V家 V家裝修王, 珠海, 同仁, 恭祝各位 幸福安康 家庭美滿, 肚年快樂 Yeah V家物園中心, 祝大家福星高照, 好運年年 V家珠海總部, 同仁, 祝大家 新年大家, 幸福安康 有V家, 就有安樂的家 Yeah V家宗盛, 全體同仁 高速大家, 生存大樂, 身體健康 有V家, 就有安樂的家 Yeah V家肖慶, 祝大家康年吉祥 身體健康, 萬事成義 有V家, 就有安樂的家 Yeah V家宗盛, 祝大家前途無量 大展同途, 大友前途 逃過開心, 逃過健康, 逃過平安 有V家, 就有安樂的家 Yeah Ye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现在来到了中山西区时光镜 博士同样在我们之前的展示会 提及到我们这个楼盘都有很多优惠和顺盘给大家 现在麻烦阿杰和我们介绍中南这个品牌 是 接下来我跟大家去讲解一下我们中南这个品牌 因为中南的话其实在我们的一个华南地区 甚至乎我们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话 这个知名度是不高的 那怎么这么说呢 其实以往来算的话 我们是会围绕着一个长三角 长三角去一个布局的 那就是上海洪洲那边 是的 就可能说是每隔一两公里 就会有一个盘的了 多到是 那中南的话呢 我们是1988年已经成立了 目前的话呢已经是在一个深圳上了市的上了市 那2020年的话呢 我们在国内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排名的话呢 是位列全国第16位的 那同时来讲的话呢 2012年 我们已经是获得了由住建部班法的一个 一级的一个建筑资质来的 这个呢全国只有三间公司获得过 那同时来讲的话呢 我们一些国内的一些大型地标 比如说中央电视台 鸟巢 鸟巢都是我们中南有成建的 是的 那还有国家博物馆 一些大型地标的话呢 都是我们中南所打造的一些代表作 是的代表作 那这次来到一个华南区域 华南区域的话呢 目前来讲是有三个盘的 那分别中山现在是第一个 佛山就有两个 那也都是正正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 这个华南的一个区域 那我们中山是带来了第一个精品楼盘的 也就是本岸中南市方景了 那所以从一个户型 一个细用率 和一些建筑质量方面的话呢 都会是目前本集团来讲的最好的产品 好我们去看一个区域的情况先 那现在就和各位去讲一下我们 项目周边的一些交通的一个概况 好 其实最主要的话呢 是我们西区来讲的话呢 一个高速方面 铁路方面 先讲一下我们这个深谷高铁 深谷高铁的话呢 它目前一个工程进度 是已经完成了有70% 那即是什么时候大概可以开通呢 预计就是2025年可以落成 那也很快还有两年的时间 是的 就两年 还有两年就可以落成的 其中的话呢 距离我们项目 最近一个站点 中山北站 那道行显示的话呢 是13分钟可以抵达的 那中山北站的话呢 其实它可以直达到一个广州南站 广州南站的话呢 其实是三 如果是30到40分钟左右 可以去到一个广州南站 同时来讲的话呢 去到深圳北站 深圳保安北站的话呢 也是30分钟而已 那因为你铁路通信时间的话呢 一般是不差会比较少的 那这些数据的话呢 都是有各方面的一个支持 那未来的一个铁路通信时间的话呢 将会是十分之方便的 那同时来讲的话呢 西区这边 也都是有赖西区政府 对我们一个大力发展 引进了一个华侨城 宽浪海岸 即是和深圳那个是差不多的 是的 那目前来讲全国是三个的 深圳一个 那信德一个 那第三个呢 就是在中山西区的 那未来的话呢 中山西区的话呢 是会多一个打卡点 叫做 还有多一个可以去玩的地方 提侯玩乐的地方 是的 那他预计的话呢 2023年年底的话呢 就可以全圆区就可以开放了 同时来讲的话呢 就是一个华阳的万象城 万象城的话呢 它是在2024年就可以开放了 那未来的话呢 它会引进一些国内外比较知名的品牌 的 譬如说LV 那 那 就是深圳都有个万象城 就是有比较奢侈品的品牌 是的 因为它一般会选择一些比较潜力股的城市 或者是发展得好的城市 譬如说你刚才所说的 消费力强的城市 是的 比如说深圳 武汉 上海 那未来中山会有一个 未来中山会有一个 那再讲回项目周边的一些配套方面 那医疗配套 医疗配套的话呢 中山市中医院 中山市中医院的话呢 是目前来讲 中山市单体最大的一个三甲医院来的 那距离我们这边的话呢 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 学校来讲的话呢 也是十分之丰富的 那按照一个中山目前的政策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读到窗屏小学的 窗屏小学的话呢 他属于广东省一级学校 广东省一级并不是市一级的 那很多一些外来人口 他希望他的小朋友 可以读到一个好的学校 而买到我们这里的 那和一些商业配套方面 商业配套方面的话呢 包括街市 超市 都有很多 是的 可以满足到日常所需的 譬如说我们的兴隆市场 那我们的一个沙朗中心市场 都会有的 距离的话呢 都是5到10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 没错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沙盘先 好 那整个盘来讲的话呢 整个项目的话呢 我们是占地50畝地的 50畝地 那现时的话呢 我们是这个位置 那这一座营销中心的话呢 作为一个商业类型的工件配套 那一楼的话呢 我们会是做一些生鲜超市 比如说买鱼 买菜买肉 都可以买到的了 就是一个伦理市场 是的 那整个小区来讲的话呢 总共是8栋楼 8栋楼 那总共有800多套 868套 这边的话呢 是小区的一个主入口 主入口的话呢 我们也是抬高了 整个小区抬高了2米的 亦都是为了防止一些 夏天的一个 雨水倒灌的一个问题 问题发生的 我想问一下 那个学校是不是 我们中南自己去建的 就是一个配件 还是周边的一个学校呢 这间就不是的 因为它比我们早了 它早在千禧年 即是2000年的话 已经是有的了 那它是一个 九年制的一个学校来的 由小学到初中 是的 那我们业主 如果是小朋友上学的话 都非常方便 是的 隔离也是 有最近的选择 是的 隔离就有了 那你继续 是 那户型方面的话 我们是有四种户型的 四种户型 分别是一个 76 86 96 和106 同时的话 76方的话 我们是已经可以做到 2加1 96方的话 甚至乎可以做到 一个3加1的神级户型 亦都是我们的一个明星产品 好 那01就是 01是什么户型呢 前面01 02的话 它是86方的 比如说这个9栋 86方的 它是三房两位 三房两位 03 04的话 是96方 因为9栋 这一栋是没有76 和106 哦 来到三栋 三栋的单位的话 它是0405 两个 东向的单位 就是一个76方的三房 一位 这边都埋伏了 那我们在售的是最小的 只有86 那只 是没错 最小的话 是86方的 那后期会不会推出 比较更小的76个 后期的话就没有了 后期最小就是86方 那如果要76的话 我们在三栋 三号楼的 还有少少的余货单位 但是不多 是 那要有兴趣 观众要快点联系 我们现在各大的销售门店 那现在我们在售就是八栋 是六栋和八栋 八栋的话是即将发售的 而现时主要的话都是销售六栋 买六栋 好 那我们什么时候交楼呢 我们交楼是2024年 2024年就可以交楼了 那 都快了 是啊 那我们物业是用回自己 都是自己 中漫自己都有物业的 是有物业 因为呢 其实我们所有的一些项目 由一个工程起来 然后再到我们营销 再到后期一个物业管理服务 全部都是自己 都是一条龙的 是的 其实对于业主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那物业费大概是多少钱呢 2.8元 2.8元 这个价钱都比较适合 我看到小区里面还有泳池 和一些儿童游乐区 都有比较多的一个配套 是 那 譬如说羽毛球场 冰盆球台 还有我们总共有八栋楼 八栋楼下的话都会有架空层 架空层的话 我们会用不同的主题 就是八个架空层的话 就会有八个主题 八个不同的主题 好 譬如说休息区 健身区 好 那我们都是一个人车分流 是 没错 做人车分流 这个小区其实 如果是自己居住的话 都是比较舒适的 就不会说很吵杂 是 没错 发声哟 谢谢大家